好了好久桃园机场捷运确定年底通车再度跳票 通车时程已经第五度跳票了 高铁局有话要说 原本定在今年的三月份应该要完全的系统整合测试 其中有一个项目没有达到标准 导致于后面也没有办法运转了 那么最后确定这个展延通车日期定在明年的三月31号 但有没有可能又跳票呢 高铁局也不敢挂保证 机场捷运通车日期已经跳票了五次 最新说法是通车日期从原本的12月31号 确定再展延到明年3月31 机场捷运通车时间一延再延 现在高铁局跟捷运公司反复进行最后的试车作业 就是要确保最后通车时候可以安全无余 一波三折的机场捷运1996年开放招标后 却因为建商财务危机无法动工 2002年终止合约 核心积电系统重新发包 2005年由日商得标 预计2010年底可通车 2008年工程进度落后 三重到中立段延到2013年10月通车 2013年电缆线破损需全面更换 通车日期再延到今年底 如今又因为系统整合稳定性 为达标准通车日期接连跳票 系统整个测试的作业 那按照我们原来的计划 齐程这是应该在今年3月底完成的 我们要办理的这个测试项目总共有43项 那目前来讲我们就完成了42项 高铁局表示进行全线颁表运转测试 会出现电脑误判列车位置 部分路段无线电断讯导致紧急刹车 以及耗置软体更新缓慢的问题 以至于后续的运转测试模拟演练都无法如其举行 为了达到100%的安全再度延后通车日期 但这会是最后一次展颜吗 官员不敢给承诺就怕又是张空投支票